一件世界名画还给意大利 让它回到它的诞生地 意大利的佛轮上 那这幅名画是什么呢 估计有不少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已经猜到了 这幅名画就是达芬奇的蒙娜丽莎 自有自无的向荣 孤举无限的秘密 绵延几个世纪的达芬奇密码 至今让多数人深深着迷 蒙娜丽莎的微笑 您藏了哪些含义 华国和意大利之间 又有着本样的传奇故事 老梁观世界 为您深度揭秘 蒙娜丽莎 她是谁 这个意大利的社会活动家 有这种理由 你看呢 蒙娜丽莎是意大利人达芬奇 在这个1503年创作的名画 后来是达芬奇移居到法国去了 这画就归了法国了 但是呢 这作为我们历史上唯一复兴的伟大代表 我们有这个义务把这画要回来 你们也应该尊重传统 应该给我们 这是在一个根据 第二个根据是呢 咱们觉得大多数观众朋友都知道 那意大利 达芬奇唯一复兴时期的一个代表 那是意大利人没错 可是你不一定知道 这幅画历史上 到了法国之后 又被意大利人给偷回来了 达芬奇的文艺莎 创作于1503年的意大利 1506年最终称画 是达芬奇画作里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画中所展现的是 意大利冯伦萨成立 一名已婚女性的形象 它打破文艺复兴时期 画作华丽亮年的常规 更是一改当时画作 策略为主的传统 使画作看上去 就像是照相机 桌下的那一样 1516年 达芬奇将蒙娜丽莎带到了法国 她曾经先后被珍藏于不同的王宫 甚至还被拿破仑拿走 在自己的卧室里挂了好多年 几经转转 1804年 蒙娜丽莎最后被收藏在龙福宫 被视为镇馆之宝 班塔利 作为镇馆之宝的名画 应该是重处护卫 戒备森严 可它是怎么被偷走的呢 咱先给大伙说说 蒙娜丽莎这幅世界名画 是怎么被意大利人给偷回来的 那么在1910年 十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罗普宫考虑到啊 说这幅画你在这放着 风吹日晒雨淋的 是不是 就虽然在屋里边吧 你有的时候是空气侵蚀 潮了什么的 也不行 这样吧 在外面加一个窝离罩 把它告这里头 这样的话呢 它省着破损 所以是 大家注意这个时间节点啊 是1910年的十月份 当时龙佛宫请了一些高手将人 制作玻璃罩的 把他这个箱个框 把这玻璃罩罩上 然后里头呢 说万一你这罗公 你要着火怎么办呢 要把这画框盯墙上 半天拿不下来不坏了吗 就把这画呢 固定到四个勾上 哎 这如果要拿下 再把锅里罩打开 哗 一摘下来 就没事了 把这画一摘下来 就可以把这画挪走 所以当初他们做了 这样的一个打算 然后也请了一些高手将人 结果这一请坏 引狼入室 请了这些人里头 有一位就做玻璃罩的高手 哎 他这名字叫做佩鲁吉亚 这个人是个意大利人 哎 我注意这 看蒙娜丽莎就来气 我们的东西被你们拿走了 心里他不满 所以他进里边做玻璃罩的时候 他就已经打算好了 把地形都勘承好了 什么时候肺肺腾弄过来不可 说这话一转眼 半年多过去了 1911年8月21号这一天 这是星期一 按照惯例 星期一 卢浮宫闭馆 这一天不对外开放 虽然不对外开放呢 里头 安保各方面 可没耸解 早晨7点多钟的时候 这人就在里里外外去巡逻 这有什么问题 除了一些工作人员 进去输出 没有游客 里面显得挺冷的 第一面巡逻过去 到第二面巡逻是9点多 隔两个小时一顺 中间在8点多钟的时候 就在蒙娜丽莎这幅画旁边的墙壁 突然有个二门推着 里面走过的人 谁呢 就我前面说这 这路一样 他出来四下看看没有人 那玻璃罩就他 那他都不知道 七里卡叉就卸下来 卸下里面这个画框 有四个钓钩吊着 很容易 拆下来了 反正他把画框 叉叉叉一拆 把里头画 塞自己大一笔下 画框还在那吊着 他走了 就他对这个地形早就没手了 把玻璃罩还账上扣上 他人走了 他走了之后呢 9点多钟 我们说 这警察又巡逻过来了 你看这 这画怎么没呢 你看画画还在 玻璃罩还在 哦 说看来是上级部门 又要拍照 又谁 哪个了不起人物来 又要参观林博 可能给拿走了 都没拿当回事 就这么着警察 行了一遍 上级拿走了 他没拿当回事 结果一直到第二天早前 罗普平在开馆之前 有一个法国当地的画家 已经得到文化部门的认可 要到这来来呢 临摹一下的这个 这个蒙娜丽莎 突然一看这墙是怎么着 他比正常游人 近了少半个小时 他一看一看 这怎么就说话话了 里头话呢 就问旁边的安保人员 这这蒙娜丽莎的话呢 安保人员说 好像是 可能上级要来人 把他拿去拍摄了 送出哪个室友家那儿的 非得方个问题 送哪个室友家那儿 我们也不知道 赶紧再问吧 问一下这个 卢浮宫这个副馆长 副馆长说 没听说上边要来拿这花 没了 他没了 你来看看 你看 到时一看才发现 哎呦 可坏了 没有哪个上级 来指定谁 谁来拿这花 怎么着 这没了 被偷走了 可是这时候 已经离这花被带走 你算是 礼拜一的早晨能走的 礼拜二早晨就发现 时间已经过去24个小时 完了 这下坏了 整个法国上下震动 因为老百姓都拿这花当国宝一样 你说丢就丢了 法国当时的领导人就说赶紧现其破案 到底怎么回事 所有人都怀疑这是国际大的艺术品 到这合伙 他们干的 所以警察按照这个线索弄来弄去 他哪想到呢 是个充满爱国情怀的意大利一个玻璃匠干的 结果一查 查了有两年都没什么消息 不知道丢哪去了 那么说这案子怎么破的呢 咱得说呀 这个充满着爱国情绪的这个佩鲁吉亚 他是爱国 想把话偷回去了 可话到了他手里他怎么办呢 咱们说他也想换两钱 等了两年到1913年的时候 他给佛罗伦萨 回到老家了吗 给佛罗伦萨一个很有名的艺术品投资商 这是有的试验叫格里 给他写了封信 说我知道啊 你对这蒙南丽莎这话有研究 我这就有蒙南丽莎画的真品 我卖给你 我也希望呢 你能把它留在佛罗伦萨的艺术馆里 怎么样 他也知道那幅画丢了 在法国上丢了 他知道这是怎么能被他弄下 这写信的是谁 于是就提出 你呀把那画给我看看验验货 他为啥要验货呢 因为这个格里对这个蒙南丽莎的画有研究 他曾经呢把蒙南丽莎画后边啊 就这画的背后 有一些微小的一些痕迹 他都记下来 因为做艳品的人很少注意画背后 而且画面上呢 由于这画纸四百年过小 那这画纸上哪有个小猎味都保不齐的 格里把这些都记下来了 因为你要仿造艳品 想把这些猎文都仿造了 这是特别困难 所以提出验货 结果 就佩鲁吉亚把这货拿来了 格里一看 哎呀不得了 百分之百是真品 和他以前记着蒙南丽莎那些记号全对 所以是格里按耐住心中激动 跟他讨戴还价 回头之后格里知道 这个事非同小可 如果自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 把这货买下来了 他有这个权 那个贝鲁吉亚开战也不是绝对高 着急出手挣钱吗 他一想 这事我要这么 在我这解了 日后又有事 我这成多大碎锅 连盗窃再影响两国关系 这可不行 所以那边他就报案了 那么意大利政府顺腾摸瓜很快 把这贝鲁吉亚就抓住了 抓住这幅画 马上正式召会法国政府 我要要把这幅画送回去 哎呦法国人也乐坏了 法国是意大利人很讲信用 消防还搞个交接仪式 这个画回归法国的时候 法国上下震动 当时总统下令 一些商品呢 大降价 降价40% 来欢清这事 重新把这个镇馆之宝 迎回到罗富 我们知道罗富宫呢 那是世界艺术的保护 也非常重视了这个画 1911年8月21日 被称为爱国小徒的 华为鲁吉亚将大分其名画 蒙特丽莎从卢浮宫 投回祖国意大利 这一局势震惊的偷窃案 像是蒙特丽莎 扬名语式的开场秀 是越来越多的人 对蒙特丽莎展开美学形象 哲学象征的研究 如今 世界上有研究盟 本速度摆布 甚至 有近百名学者 将此作为终身课题 随着研究的深入 画中的秘密 也越来越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于是 人们乐此不疲地 用不同的故事 来追溯着大分其的密码 那么 蒙特丽莎 那令人迷惑的表情 真的是微笑吗 她的原型 是否就是达芬奇本人 一幅不大的肖像画 为何竟有如此巨大的魅力 老良观世界 蒙娜丽莎 她是谁 正在播出 有的人说 这么一幅画 法国意大利政府 折腾成这样 她把它当作镇馆之宝 很重要一个原因在于 她不仅蒙娜丽莎的艺术价值高 她不仅仅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个代表作 重要一点 这个画很神秘 怎么神秘呢 你比方说这画里 她是蒙娜丽莎 她到底是谁 她是笑 她到底是笑什么 她是笑还是没笑 就说蒙娜丽莎给我们的感觉是神秘无比 咱们像一起蒙娜丽莎的微笑 说法就多了去了 有好多种 比如说有说是 佛罗伦萨城里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主妇 还有说这是达芬奇喜欢的佛罗伦萨城里最有名的妓女 还有人提出来 这就是达芬奇做法相 你不信你比一下 达芬奇